给送到香港妈妈那儿去了吗 您就别瞎想了 不行 我得看看福海去 妈 海哥你现在肯定是见不着 照您这么说 你要见小语 还得去香港啊 妈 您早点休息吧 别胡思乱想了 咱早点回来休息 哎呀 好了 上回给你开的药 那个药膏还有吧 还有 再继续磨 再磨一段时间 就彻底的好了 但是还要注意 别沾水 就这样啊 谢谢啊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文克 白天忙了一天也没时间给你猜线 最后还得找加班医生 嗯 嗯 苏莫 嗯 谢谢你来陪我拆纱布 还没事 这么客气呢 再怎么说 你也是因为我受伤的吗 这算什么呀 我一大老爷们儿的 小事 你还真打算离开警队啊 苏莫 你还真打算离开警队啊 其实 我也耍不好呢 那就别走了呗 反正我 我们也都 挺舍不得你的 可是我晕血啊 可是我晕血啊 你说 连血都不敢看的人 还怎么当心情啊 晕血 我觉着你不晕了 我自己我还不知道呢 看来你是不相信的 我告诉你啊 我会有证据 要不然 咱俩打顿饭呢 打顿饭 打呗 耍了 耍赖可是小狗的啊 姐 谁耍赖呀 说吧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 我受伤的时候 我流了好多好多的血 你晕了吗 那天 当时 我只顾着把你送到医院了 然后呢 这么说我真不晕血了 你看 所以我说 本小爷赢这顿饭 实在是太容易了 怎么着要不然咱 现在吃下 我看你 我最后有没有咱都跟着过 这一顿饭 我说太好了 我爱你 是有一仅 嘛 我都是 我最后的 瓶子 行 我 老实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不容易 蔡老板 对不住了 全段时间忙个事 把叶总会的事给耽误了 您要是有兴趣 咱们接着谈 还谈什么谈 原先我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 就差您签字了 蔡老板 爽快爽快 我就喜欢给您打交道 您协议带了吗 咱们立马就签 好 我带着呢 来 您看 陈老板 下来打算去哪发展呢 给向总发展 好好好 有机会我们继续合作 是 是 罗先生 我已经尽了全力 结果可能很不乐怪 不 不认识 不 不是这个周律师 你一定相信我 这人不是我杀的 我真没杀人 周律师 你警惕 我 这借的全力 实在是没办法了 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老舰长 你师父可以考虑一下认罪态度 如果认罪态度好的话 对开庭会有一定的作用 作用 周律师 周律师 你真的相信我 我 这人真不是我杀的 我真没有杀人 我 实在是没办法了 走吧 快走 这个女孩 您见过吗 这不是那天看病的那小女孩吗 我见过 医长 那当时的具体情况 您还记得吗 当时是一个男的送她来的 当时这个小女孩还发烧 我给她诊断了一下 是肺炎 说是要住院治疗的 结果那个男的 一不办手续 二呢 他也不抓药 结果拿着这单子 他就走了 当时我很奇怪 我哪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家长啊 医生 医生 你们医院的监控室在哪儿 三楼 干什么呢 这个是你画的啊 老子叔叔 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过两天 你老说过两天 我爸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你爸我说了 忙着工作就过来接你 那我们为什么不回家住啊 我想上学了 你爸啊 你爸啊 让我照顾你 好好看着你 但是叔叔工作特别忙 不能啊 固定的住在一个地方 知道了吧 那爸爸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想跟爸爸打电话了 叔叔没有你爸爸电话 你不是爸爸的朋友吗 怎么会没有爸爸的电话呢 那你帮我找五丰叔叔吧 五丰叔叔也是爸爸的朋友 他一定有爸爸的电话了 行了 别说了 别说了 你 threaded个考虑了 对 嗯 我突然不停ев去 我传来不就 подоб胆了 我们都要打电话了 那边可 degrees 干净点,现在买点药 马哥,你小心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师傅,请你帮我们调一下十三号到十七号所有的监控录像 好的 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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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现在事情越来越超乎我的想象了 我每天和盛天在一起 我都是在演戏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演戏 爸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 武峰一直劝我停手 我知道他是真心实意地为我好 他也有他的难言之隐 可是我不能看着真正的凶手就在眼前 而视若无度 爸 想想也挺讽刺的 您醒着的时候 我没跟您说过几句话 现在您这样了 我反倒有好多心里话想对你说 我来说你是否这样 我来说的 必须要听你 waterproof 不问你 我不认识 我去听你 我全部不认识 我去听你 你把 answer 醒了 回来 你睡觉了 我睡觉是她一天 你睡觉喝了 都说是让你做什么 你大雨 咄诶 诶 杜队 查到了 那个车牌属于一个万全员的出租车公司 司机叫陈琳 他的调度告诉我 他现在正在当班 现在正在海河路昆泰桥附近 马上过去 通知五队 谁让你出来 屋里待着去 我要上厕所嘛 马上 马上 阿良 带他去 我不信 上次就我带去 走吧 快点啊 你只要给我一个借口 麻烦你看一下 有没有见过这小姑娘 好香啊 有点咽香 上车这小女孩老是褐色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所以我都记下了 那你能想起来他们去哪儿吗 能想起来 去哪儿 北河路杨柳青小区 对 就是北河道杨柳青小区 我的车最后停在了一阵正门的 往左拐的楼前 好 谢谢你 走 咱们去杨柳青小区 好 好了没有 快来 叔叔 再来了 Yamuna 到时候 什么DP大家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总国民进入进入立体验询 怎么回事 算了 没什么大事 伤着没有 砸着我脚了 走 出去看看 阿良 收拾一下 中国队现在加上这场比赛 已经打了四场世界杯的外围赛 四场比赛 应该说是排出了四套不完的手发阵容 这边我想变成了 哪只脚啊 右脚被砸了 这儿疼吗 疼 没什么事 一会儿就好了 四四五可了 我不喜欢这个 我想喝饮料 没有 不喜欢 等着啊 小布奶奶 我得估计了 有点赞 我得估计了 不够快速转移 有点赞 不锦艺 没有 不锦艺 不锦艺 现在是 红标 哪儿都隔了 后边后给 这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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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的 这个说话 没什么 自己能走吗 能 能 能走屋里喝酒 你只要给我一个借口 我就能有机会拖延时间 喂 是警察叔叔吗 我要找五峰叔叔 哎呀 我没打错呀 五峰叔叔也是警察 华哥什么时候回来 懂的 咱们要照顾这小皮块 什么时候 行了 那小孩叫什么姐 是 我手机闹了 干嘛呢 来嘞 来 小东西 准备 我 ель 词 我 那 我 你 看 我 我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说 谁让你给警察打了电话 我要找吴风叔叔 别吵了 再吵了把你从车底上扔下去 吴队 看来他们走得很急 我要上厕所 小兔崽子 别没事找事啊 你刚上完厕所 我还要上吗 我闭不住了 行了 带他去解释一下 华哥 别惯着他 他肯定瞎闹 真拉车你能收得了啊 这么点小孩你看不住 废 小兔崽子 找屁肩店 快点 行了 就这儿 快点啊 快点的啊 不行 在这儿我拉不出来 你想上哪儿去 当然是厕所了 不行 就是这儿 我拉不出来 你怎么这么多毛病 那儿就一间厕所 行啊 小姑奶奶 我可盯着你呢 怎么还没回来 好嘞 昆哥 在这儿待着 行 进来点啊 好嘞 行 叔叔叔叔 叫救我 小姑 你怎么了 有关人要抓我 我要找我方叔叔 小雨 你想干什么 您 您别误会 这是我小侄女 刚才打了她一下 是点小性子 小雨 不要乱跑啊 这儿这么多车多危险 叔叔 你不是上车 小雨 叔叔知道错了 走 叔叔带你买玩具去 走 小雨 这么不听话呢 快叔叔回去 小雨 不想上学的孩子 可不是好孩子 走 回去 我告诉你啊 这么家里事儿 你给我手管 走 快 小雨 我要找我方叔叔 放开我 我要找我方叔叔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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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小雨 小雨 如果我跟你说 这两天 是我有生以来 最快乐的时光 你信吗 我相信 来 茶饭 谢谢小雨 找上这个牛肉 好 来 谢谢 谢谢 我 对 很快 我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有意见 是 感谢观看 就得一个人做饭 因为没人跟我做饭呢 但是那会儿又没什么钱 所以 我就训练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本事 我能够把一些 非常非常简单的食材 我能做出一大桌特别好吃的饭来 你不信我说说 我哪天我必须得给你露一手 好啊 哪天 你这个算是很期待啊 行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来 我不再干了啊 你可以随意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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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去 小语 快跑 快跑 我要找五方叔叔了 我要找五方叔叔 小语 你给我回来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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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小语 小语 站住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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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住住 你管人要撞我 别来吧 走 没事吧 没事 喂 对 我是五方 什么 好 我们马上到 怎么了 小语找到了 真的 对 走 去卫国楼派出所 好 五方叔叔 小语 小语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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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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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五队 五队 都队 别动 好好躺着 五队 我以为我这次 算是真的交代了呢 哪那么容易就交代了 好好休息几天 马上就好 五队 小语呢 小语她找到你们了吗 小毛叔叔 小语 小毛叔叔可算找着你了 小语 你没事吧 小语也住院了 不过没什么大事 就是前两天有点肺炎 小毛叔叔 你别担心 我没事 该养伤了应该是你 谢谢你救了我 小语乖 小毛叔叔没事 过两天 小毛叔叔就好了 小语要听话 不许乱跑 小毛叔叔也需要休息 小语最乖了 小语啊 告诉五叔叔 这几天她跟谁在一起啊 华子叔叔和两个叔叔 华子叔叔是谁啊 华子叔叔是爸爸的朋友啊 你为什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啊 我在等爸爸啊 五峰叔叔 你有爸爸的电话吗 等爸爸 你为什么要等爸爸 因为爸爸在香港 爸爸把我交给了陈叔叔 陈叔叔太忙了 就把我交给了华子叔叔 华子叔叔非常的凶 对小语不好 小语害怕他 陈叔叔又是谁啊 陈叔叔就是陈叔叔呀 这是给你的书 好 谢谢你啊 昨晚没有休息好吧 没事儿 挺好的 上次我有点着急了 我知道 你也是关心小语 给你看样东西 爸爸 爸爸 你怎么还在香港啊 小语啊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小语天天都在想你 小语想去香港找您 他帮我逛在黑屋子里 不让我出去 也不让我去上街 小语好怕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不要小语了 小语以后乖乖的 也得不再热你上街了 你们找到他了 他在哪儿 他们没打他吧 你放心吧 都挺好的 现在在警队呢 大林他们陪着他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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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我已经找回来了 你应该没有顾虑了 一定会替我保护好小语的 对不对 你放心吧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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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